好 我們剛才看的是 俄羅斯方面的態度 其實我們也要看一下 歐巴馬的態度 就像你剛才提到的 其實世界各國都表示關心 但是口惠而實不至 其實都是停留在 好像歐巴馬常常我們看到 他是用一種奇妙淡血的態度 在面對這件事情的 烏克蘭的這件事情 那麼接下來會怎麼樣 美方會更積極的介入嗎 我覺得應該你要整個看 從烏克蘭來看 包含伊拉克 還有現在以色列 巴勒斯坦 加薩州 你會發現說 其實包含去年的敘利亞 就是說其實歐巴馬對這些 國際上有爭端的 有戰爭 有爭端地區 其實他盡量是有點不大想去碰 他甚至像阿富汗跟伊拉克 他要撤軍 他不想再重蹈覆轍 因為大家只要問一句話說 到底我們美國子弟還要死多少 就是說為何而戰 為誰而戰 你去外國人家 人家在那邊起紛爭 你去那邊繳獲個什麼 就是說他這種世界警察的角色 是越來越淡化 但是國內現在也有人指責他說 就是因為你這樣殺手不管 所以才讓情勢惡化到這種程度 本來伊拉克 甚至以色列 巴勒斯坦 哈馬斯 跟現在烏克蘭情勢 他說有人有一派就批評說 如果你當初積極介入的話 其實局勢不會發展到現在這樣 有點失控 但是他當時他就是說 我就是不想說 在那邊繼續禍下去 我要避免我擴大傷亡 因為在擴大傷亡的話 他對於他國內的選舉 會非常的不利 但是這個事情如果說真的證實是 真的是有找到元凶 特別是烏克蘭的叛軍 或是俄國做的話 他勢必要 還是要有點緊張的 要硬起來 但是能夠硬到什麼程度 這真的要有在觀察 還要再觀察了 是 因為國際之間的糾紛而導致了 將近300條的人命無辜的損失 實在是讓人非常的遺憾 謝謝您到現場分析 謝謝